先看视频 你感兴现在网上居然还有卖纸做的手表的吗 更离谱的是在全球都非常的火 那么据说这是德国新概念纸手表 它和纸一样轻和纸一样薄 不要看它是纸手表 它可以承受两万次强力反复拉扯 并且保持零损伤 还拥有超强防水壳直接浸泡水中 续航时间更是长达两年 这么牛的手表我买了一个 它是原装正品升级版 放了半年一直没拆 不过像他说的续航两年 我也就放了半年 应该还能正常使用吧 一张贴纸 一张操作指南 还有这就是我们的纸手表了 有一说一 不管它质量是不是像它吹的那样 但这个外观真的还可以 很小清新的森林熊鹿 材质感觉像那种油皮纸 不会很容易就烂掉那种 我们来开机看一下 按一下按键 还能正常使用 9点22 再按一下可以看到月和日 还可以看到秒 放置几秒不动 它会自动进入待机状态 表带这里有一个磁铁 可以吸在这个扣环上面 但这样是不是太松了点 原来中间还有一个可以吸的地方 直接拉紧放到这里就可以了 这样就很正常了吧 就是这个显示的数字 不是很清晰啊 帅不帅兄弟们 因为是纸做的 所以重量肯定是很轻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防水和防拉扯 这是一桶5升的使用油啊 我们来试一下 完全没问题啊 看到没 暴力拉扯 手表应该没坏吧 还是正常的 不过不到10斤 好像还不够重啊 11.3公斤啊 我提的都感觉很费力 终极测试 不会直接断掉吧 哇 牛不牛逼 再甩两下 基本上可以说是 完好无损啊 时间功能也还是正常的 NICE 下面试一下它的防水 首先我们模拟一下下雨 看 没有任何问题啊 正常使用啊 那么接下来是终极测试 浸泡 泡个10秒钟 LATER 拿出来看一下 诶 居然还是正常的啊 兄弟们 那是不是意味着 这块表可以带着洗澡 带着游泳了 我直接在水里就可以看时间了 哇 看看 牛不牛 看来确实有点这黑客机在里面啊 现在泡水已经过了几分钟 还是正常的 那可能有料要讲了 防水防拉扯的手表 那不多的是 但是这玩意只花了十几块钱 十几块钱 你要啥自行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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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